老实说如果只看一本张爱玲 那就是金锁记 为什么呢 张爱玲的金锁记是在1943年写的 那一年张爱玲23岁 那差不多现在的女孩子大学毕业 找工作就这个年纪 在张爱玲这么年轻的时候 能把人性刻画得如此深刻 不能不说她是个天才 那有人说 这段时间是张爱玲一生创作的高峰 她后期的作品都难以超越这个高度 但是哪怕人这一生只有一部可以传下来的作品 那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在金锁记的最后有一句话 说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 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 然而三十年的故事还没完 完不了 所以看金锁记不是在看书里的 张爱玲塑造的那个曹七桥 怎么样被婚姻被世俗绑架 然后一点一点的沉沦 变成了一个残忍的心狠的女人 再去毒害自己的身边的人 而是说 哎呦原来这样的故事我们身边也有啊 那我们就得想 千万不要变成那样的人 不要活成七桥那样的命运 这才是张爱玲的新感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